我就看到谁跟我 对 我下一场那时候有点猛 走走走 还跟我PK哦 那不敢 本来以为汪苏龙在航红松男面前的天脸开大 周深带领华语乐堂更上一层楼 只不过是一个调侃 但不得不承认就这几期下来 周深的舞台都是那么的让人记忆深刻 不管是随口和黄妈唱妈妈好儿子 还是带着弟弟宋亚轩唱国分歌曲《桃花诺》 周深空灵的嗓音可谓是点睛之笔 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饶是见识过不少人才的韩红 也是给出了肯定 周深的天赋固然重要 但倘若没了后天的努力和坚持 如今早就不知在哪个鸡小嘎啦 好在坚持音乐闷响的周深 遇到了伯乐慧眼石珠 再好声音走了一遭 彻底打开了知名度 如今成为家喻户晓的影视OFT大户 此次被邀请上深深不息 本想本着小费身份在圈内 一众有名投的歌手面前保持低调 却不曾想遇到老朋友汪苏龙 没少逗他 冥冥之中还是抽到了和韩红老师对战 韩红到底是有了几十年歌唱经验的老歌手 深深和龙龙如此经验的爱的公养 终究还是败给了陆刚小镇 那么对此你喜欢哪首歌呢 欢迎留言评论